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诚伟老师 今天是6月18号 如果在我们的手机号码里边有618这样的数字会代表什么呢 请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你的号码里边有618 代表你是一个非常的敏感 非常圆融的一个人 有这样的号码会不太相信别人 疑心很重 那这样的一组组合是非常容易有忧郁症的号码 因为在财富上面 它是一个开销特别大的财富瞬间消失的号码 用久了之后容易负债 在这个事业方面 很适合做这种跟美容相关服务相关或策划类相关的工作 工作很容易多变 工作也不是很开心 那另外呢 在这个婚姻方面 是容易有这种外遇偏桃花一夜情之类的 所以拥有这样的号码 在婚姻当中是非常容易因为外遇而分手的号码 那这种号码呢 其实也是没有什么贵人相助的 非常容易有皮肤病和心脏的问题 你学会了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